歡迎大家 又來到周庸周圍講 今天是2024年第二次跟大家見面講 上個星期講了23條 即是講本港東西 今天我講講國際環境 我覺得2024年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份 什麼年份呢 就是美國滑落 中國一升再升 即升起升的年份 為什麼有這樣的說法呢 因為我再跟大家講解一解 首先我會講美國為什麼會一再滑落 這是第一個問 第一個會討論的 第二 我們講中美之間是怎樣的 第三 怎麼中國一起再起 一上再上 三樣東西 希望在這個節目裡 跟大家解釋 鋪排給大家聽聽 其實中國一上再上 美國一再滑落 其實不是中國今年會好得很緊要 而是美國會跌得很緊要 其實這是現實 中國今年的GDP 可能的GDP 也有大概4.5 美國大概2.5 你跌 我不升 中國也會跌了一些 比起2023年也會跌一些 但我沒有你跌得那麼慘 所以是美國衰下去 中國只要保持上落的關鍵 這個大家要明白 不是中國怎樣爆發 中國自己也有很多問題 就是樓市 其他方面 美國針對 其他方面 都是有問題 但是它在和平中 保持到和平 它的崛起就可以保持 但是美國在戰火下 雖然你不是自己去打 但是看起來都是一叉再叉再再叉下去 美國怎樣一叉再叉再再叉下去 第一件事就是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烏克蘭戰爭 現在看起來烏克蘭戰爭就是 烏克蘭很難捱到2024年底 大家都這麼說 因為美國水和軍火的供應 都是受制於美國國會 在這樣的情形下 可能到了春季或者差不多 可能俄國大反攻之下 烏克蘭要拜下陣內 無論它是打輸了 大撤退還是無條件投降 怎樣也好 美國基本上在歐洲或者全世界 被人覺得這個大佬沒有什麼信用 也不要相信他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情形 第二個戰火中它的問題出現 就是以色列 當然烏克蘭不夠打 因為它的對手是強的 是俄國 大家明白了 以色列對哈馬斯強弱懸殊 你都打不贏 這又是一個問題 現在最初就說一個月 打一個月就打完了 現在就說要打幾個月 甚至說要打一年 你想想的時候 怎麼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以色列軍這麼厲害 為什麼不行 但是原來很多人在這裡解釋了 以色列為何贏不到 還要打這麼久下去 有幾件事就是 哈馬斯早有準備 準備了幾年去打這場仗 是一場游擊戰 地道游擊戰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以色列軍不是精兵 而是全部都是精兵進來的軍隊 有些人說 只有一件事可以看到它的問題出現 有三個人治走出來 除了上衣 除了三個 大喊用希伯萊華 說我們是人治 有兩個以色列軍都開槍 終於打死了那三個 說法就是這個問題出現了什麼 其實就是以色列軍去打那些 全部都是後備軍 其實他們訓練不是很好 不是最初的時候 六幾年 七三年那些 已經是尤塞打得好 已經是很打得的軍隊 到今天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現在你看下去 可能以色列未必在今年內 都未必可以打贏到哈馬斯 你不要說真主黨那邊再有了問題 真主黨那邊也是牽制著以色列的 好 由全世界一齊來罵以色列 問題會怎樣完結呢 美國就是支持以色列 支持烏克蘭 但你兩次都失敗了的時候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你在你自己的馬仔那裡 即西方國家 你還有多少顏面 有多少人還相信你 這個就是美國最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自己親手下手下腳 就是洪海 剛剛好在這個security council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十一國 就有四個國家 包括中國和俄國棄權票 通過了譴責也門 其實就是胡塞 好了 但接下來怎樣呢 你現在有所謂十國聯盟 其中那個環境是很特別的 有幾個大國 即北約有幾個大國沒有加入 現在剛剛打完一場火箭戰 美國剛剛出來宣布 他們剛剛在戰爭裡面 擊落了二十一隻無人機和火箭 保護到巡遊 即保護到其中一些船隻 沒有受到攻擊 大家不禁要問 這兩樣東西加上聯合國 加上今次這場戰爭 有一隻無人機加飛彈 二對一 基本上都是這樣 即是你由一隻飛行物體飛過來 最少要發兩爆 一架驅逐艦 譬如美國好 哪裏好 英國好 或者什麽好 其實一架船裏面 有裝到幾多枚海對空的飛彈 一把 二把 一般來說是百領 現在檢查你了 你有多少 跟著 分開幾邊來的時候 只有一隻 即是你想保衛的船被擊中 你是哪裏都不用去 好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你的決議 如果再有發生 而又打中貨船 是否出手 誰出手 英美出手 記住現在不是十九世紀 更加不是再早十九世紀 或者更前的殖民地時代 而是你隨時操隊兵下去 全世界都害怕你 不是 現在在這樣的環境下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也門 其實就是胡塞 也就是也門的政府 如果大家看看 基本上人口 跟阿富汗相差 好像有一千萬左右 三千多萬人 沒有阿富汗那麼多 但你走到那裡打 你說你要出多少兵 你能打得到 美國又騎上虎背 但是又是不知怎好 現在這樣下去的時候 有三場折迷開了後腿 大家不禁問一問 台灣的情況是怎樣 美國在烏克蘭不敢跟俄國打 美強俄國藥 這個大家都看到 除了他有核子彈之外 這個理由之外 中國沒有嗎 問題是美國在台灣 如果有時在台海發生爭執的時候 美國是否真的出手 紅海只用海軍 你連胡塞都搞不定的時候 你怎樣對付中國海軍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中國如果在台海 美國按不住奶清德的話 他亂來的 美國真的不知道怎樣打 更加如果你連也門都不敢出兵打的時候 你又告訴我 你怎樣敢出兵 你怎樣可能出兵 去打台灣一戰 這幾件事你給出來 中國看到 全世界看到 美國也看到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 中美之間似乎拜登和習近平在三藩市一回之後 大家降溫了 似乎中國主動伸出友誼之手 大家好一點 謝鋒中國駐美大使發表言論說幾句說話 其中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告訴美國 中國沒有挑戰或取代美國的計劃 這是很現實的 如果國家有這樣的計劃 別人一定看到 我都沒有說要取代你 因為中國不是要稱霸世界 只是說我在東亞和南中國海 我是成為一個大國 有的風範 有的尊敬 是我要做到這一點 美國是怕的 你走來搞什麼 好了 但是他又說了一句 他說中美之間不是拳賽 不用一個人打贏 一個人打輸 也是田徑賽 這句說話可圈可點 但是你又要想想 中國就覺得不是 我跑贏你 你便輸了 打乒乓球 其實我也是贏你的 即是那類情況 前景美國經常贏 但是乒乓球就是中國贏 但無論如何 如果兩個國家比賽 美國要拿銀牌 而中國拿了金牌 他就是萬萬不順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今年2024 大家可以預計會剩下一點 大家沒有這麼針鋒相對 其中的理由不是因為什麼 而是因為美國自己本身自顧不下 有這麼多場 剛才說的戰爭都要顧著 他還有什麼時間 即是搞其他事情 有都是少搞 無論如何 台灣又怎樣 一定要按住賴清德 如果他選到的話 令到台灣不會產生有什麼問題 這個也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 看到在台海發生事端的機會 不是很大 好了 中國崛起 中國又再崛起 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也很有趣 除了我們看一看 世界上最重要消費品是什麼 是汽車 如果我們看日本 美國 和德國 其實是靠汽車 其實是靠汽車 是靠汽車業 維持到自己一個大國 一個商業大國的地位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今天 中國剛剛在2023年 是過了日本 成為世界出口汽車第一大國 五百多萬架 但是如果你看上一年 中國製造了二千多萬架車 相比在上一年增加不太多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出了這麼多車去外國 出口這麼多 有個說法是因為中國內銷 市道不太好 所以那些汽車公司 全部都把那些車去外國 大概是五架 有一架就賣去外國 但是誰知道你賣去外國 全世界都要吃你的貨 這就代表什麼 你出產那些電能車 已經是世界標準 好了 這個問題出現了 現在你還去 不只是內銷 你去外銷 五百多萬架 你出到去外面 大家都覺得你的貨好 我都買你了 這樣 這個出現的問題 就代表一件事 中國汽車崛起的市場 將來是無限大 記住一件事 有人在說 中國電能車到時在冬天 賣不到 因為那些電池都冰了 其實大家千萬不要亂相信 挪威 挪威 挪威是一個非常冷的國家 但中國的汽車 中國的電能車在挪威 是賣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代表什麼 在冰天雪地之下 中國電能車都是行駛如常 只要和平之下 只要和平之下 美國繼續在戰火中 只要和平之下 美國繼續在戰火中 你不要管他真的打 還是在旁邊供給武器 或者做什麼 其實一個在亂世中生存 另一個就是和平中崛起 你告訴我 這年 2024年 是否你升我落的關鍵 甚至中國不需要升 只要美國跌下去 接下來 就是自自然然 那個田徑賽的金牌 就會交給中國 而不再是美國 這就是大家 這就是我看 2024年關鍵的其中一部分 好的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拜拜 好的影片怎麼可以獨享 讚好留言和分享出去 讓多些人知道 Robert Chow 周庸YouTube頻道 一起看片 了解天下事